Hello 我是伊的伊維達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和訂閱的小鈴鐺 我們現在一起乘巴士去中環吃個午餐 但其實現在是很早的 11點多 我用了剛才的巴士 聽了一個很沉重的等齊問題 讓我消化一下 現在要過這條 去Jardine House下面的Base Call 一個Food Call 但一個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我是第一次去的 因為有一點點吊腳 要用Base Call 0102 是有一點點吊腳 真是 吊腳 很難 Base Call這個Food Call 我留意了很久 因為它選回來的檔 跟其他Food Call是很不同的 撞到老闆娘回來 拜拜 它有分0102 讓我看看那邊 我首先知道了Pinky在這邊 兩姊妹在哪 對了 除了有Pinky Bakery之外 還有兩姊妹涼皮 我忍不住問了0102在哪 過對面 一點點迷惘 這裏得意在 有多少我mark了想吃 但未有空去吃 誰不知它就開了一個檔在這裏 有一點點像輕量版 例如剛才拍到一個 Mashi no Mashi 的和牛飯 然後有一間吃豆類的 叫Moyo 對 總之有很多間 這裏我記錄了 但未吃的食物 這個安里的粉麵 也是很有名的 除了一些未吃過的店 還有一些吃過的店 例如這間Porker 這裏我之前寫過食評 我只是吃過一次 來呀兩姊妹 好興奮 但我看到那個雞 我有一絲的 又不可以叫失望 一絲的迷惘 因為本來在黑寶街那邊 吃過的雞 是一件大塊的雞 但最近他們更新的菜式 連黑寶街那邊 都變成雪花 總之是很薄的雞肉 但我是喜歡一塊塊 夾起一塊肉 所以如果我下次再吃兩姊妹的話 我就會面還面 即是不叫太多肉的菜 然後肉就留下另外叫一個 焦麻雞 其實他們有分焦麻雞 和口水雞 我很低B 因為看到焦麻雞 很貴一點的 從此之下 我就叫焦麻雞 看著貴一點的 是好吃的 其實我未吃過他們的口水雞 如果大家有吃過 20分推介的話 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或者我下次會轉態試一試 我上次就是在黑寶街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條片呢 聽到店員在旁邊 極力推介這個蓮藕丁 我就每次都叫了 嘩 質疊了很久 還沒想到吃誰 這個 這個就是我上次 在那個重要片裡吃過那個 這個很美味 但是我看到咖啡還沒喝 我本來預先吃一個 Mini 還是吃一個草莓 還有這裡還有其他東西 它不是只賣豆腐的 有Muffin 也挺大的 也挺大的 這個好像很好吃 然後有飲料 還有有貝果的 然後我看到它的貝果 這些是冷藏的 你可以買回家 又或者是在現場 它幫你加鹽 都可以 這個芝士也很棒 對了 還有飲料 我剛才還慶了 我以為這個只有可以 普通的尺寸 它也有Mini 我現在很興奮 哈哈哈 還有這個鹹食 Bagel Sandwich 剛剛直播跟大家談 吃麵包這個喜好 其實我吃任何包類的食物 例如這些 我都喜歡吃包多於餡 如果它是Normal Size 它會多很多醬 但其實我是想吃包 所以這個Mini Size 就是Perfect Perfect 如果我是很胃口的話 就應該吃兩個Mini Size 就都開心過吃一個正常Size 因為醬就會少 這個包就會多些 有沒有人明白這件事 你們平時吃包是大送人 還是包包人 例如吃雞味包 你是享受中間的大片甜的東西 還是你都享受吃包的 還是一半半就適合辣 我就享受吃包的 不過當然不可以 有某些連鎖的麵包店 中間那些餡是少得你哭 又不可以是那些 但是麵包位是很重要的 以前小時候很迷戀吃這個 吞拿魚包 因為很喜歡吞拿魚包 裡面那些菜 煮濕了包的位置 你明白我說什麼 那個包是另外一個味道 我現在拍的是它還有什麼 如果你看到的就看 看見到大坑那間Loxeno 現在最熱的那間Pasta店 怎麼還有這麼多遊客 不是送完假了嗎 我平時來都好像沒那麼多人 為什麼今天特別多人 我看完Apple的表演馬上離開 很害怕 這個紅色的洞是超多人出入的 她教我搭這個電梯 快點到啦 人群恐懼啊 救命 我不是上過2樓了嗎 那有些人跟著我幹什麼 嗯 甜品店 什麼來啊?沒有東西的 Ceramics 不是啊 完結了 什麼事啊 我去了哪裡啊 這麼像我剛才吃過動物 我忘記看了嗎 我去202 這裡已經是205了 這裡已經是205了 然後看到這個 我們等完結這個 這是發財的展示 原來很大幅啊 nice 但是我不是來這裡 繼續找客 有什麼 院士陽火 他完全看了另外一些東西啊 來看 這裡似乎裡面是有東西買的啊 哇 這些格子呢 你們有沒有一個偏好的格子 我是喜歡最 classic的那個紅色格子 但是呢 一邊看看這些東西呢 就會花了眼淚 就從人都喜歡 我小時候有一個 衣服的手袋 很後悔 現在不知道它在哪裡 哇 這間是2006號房啊 我錯了方向了嗎? 我沒有經過2002號嗎? 剛才 糟了 你看今天全天在這裡迷惘 看看下面 這棵樹很漂亮 是說上面看更漂亮的 這一部分呢 你見我口吵吵說了很多東西 但是呢 我說什麼是完全不重要的 因為我只不過呢 在這裡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給不同的人 或者是職員 或者是 在這裡 教我去邊去邊去邊 這樣 所以 最終得出來的結果就是 做了很多卡尿 而且對腳很累 而且很熱 發出憤怒的聲音 看一些東西舒緩一下 激死我 怎樣啊 這兩個比較漂亮 我忍不住進了房客中心的地方 他們說TOUCH 一樓和二樓都有 一樓就是TOUCH 二樓就是TOUCH 雙手 雙手 繼續 這樓 但我想說剛才看不到 我想說 哈哈 上去 我現在在 說髒話的 勒解地 噗 我簡直看完這個 這個 是不是真的在這邊 原來它什麼東西都叫touch 剛才我拍過這個 原來它就在旁邊 但是呢 是這樣的 關上了 又說開的 A所打的電話號碼沒有登記 不是不能接通 我 房間中心的冷氣剛剛好 妹妹有點無奈 不過我都沒辦法 她都幫不了我 其實現在很適合吃一個冰 不過剛才吃了donut 現在再吃冰 好像有點過分 回桐灣開工 太熱了 買了一杯飲品 我已經回到店舖了 其實我附近有這一間 Hello 是不是變了平時做運動的樣子 我呢 很多時候是中華人走回來 就是回到店舖了 就會是熱到crazy 然後就會馬上脫掉衣服 在那裏 瘋狂 抹汗 還有飲食 然後呢 其實我現在是早了 一個小時左右 是的 那 我的客人來到的時候 我就會是乾爽乾淨 還有 身心都舒暢 因為整天摸門釘的關係 最近的影片都拍到一塊一塊 就是要儲兩天才可以貼貼 唉 真是麻煩 所以現在 找阿Kim 間一間場 我們 去多一次大館 才成為一天的VLOG 來吧 我突然想起 我明天下午也是去上環 也是那頭 咦 那是不是明天再去一次 好了 好了 眨眼 來到第二天 來到音樂強勁的健身室 今天對於這條馬尾很滿意 因為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去做運動 你們的髮型是怎樣的 我看到有些人披著長頭髮型後再戴帽 其實那件事很熱 真的不能 我平時最多是摘孖邊 因為摘孖邊是最快的手 但是摘這個馬尾 好就好在它在頭頂 你的頸部是完全沒有事情 如果你要托一些東西在頸部 那些都是不錯的 還有有時做一些動作是要躺下 躺下 躺下如果你的馬尾不夠高 就會抵著你的後腦 如果摘一個高高的馬尾 躺下又沒有東西阻止 非常好 剛才真的近那麼遠 那個巴士塞了很久 但是我又看到我要下車的位置 這個燈真是壞 接著就來到漫長的JabJabJab紀錄 這間一星米之年的韓國餐廳 但是我會叫它做新派的韓國餐廳 因為不是大家可能平時吃開想像中 一去到一班人圍著湯圓 燒點肉燒點肉燒點肉 不是這樣的 這裡就是一星米之然 它是很便宜 但是午餐是比較隨便的 一點都不拘緊 氣氛是輕鬆的 它播放的音樂都比較年輕 其實也有些說唱 所以整件事是很輕鬆的 旁邊的那些人都不拘緊 即是旁邊的那些人 都是開心的 晚上就會更快 還有應該多幾個課程 整個餐就更快 我這個午餐廳其實是輕量版 但是也很豐富 我想說我離開的時候也挺飽的 而且他們有 剛才頭盤有兩個魚生 然後我這個餃子 說是餃子 但是它的皮是一塊鮑魚 它不是真的餃子皮 這個牛肉湯餃子是很驚喜的 那個魚生也驚喜的 因為平時魚生也魚生 但是它是有加了一個醬 它有混合了一些味 它有配了一些菜 總之它們這裡是有自己的性格 連它的醃菜 這些土豆那些 全部都有它自己的特別味 我覺得不像在外面吃到的 多數幻想中的味 所以這一餐都幾多東西給我都驚喜 雖然看上去未必是很刺激的樣子 但是 放進口是每一樣都 嘩 這樣 久不久可能會見到我有一些 眼睛是更大了一點 這也是我看回影片之後才發現的 嘩 那個樣子 另外 他們現在更新了這個午餐菜 沒有之前的午餐那麼貴 但是呢 比較穩定 這個是好像五百多元 五百多六百元 一個午餐菜 然後呢 你還可以額外加些東西 額外加些 譬如那些煎餅 額外加了炸雞 我這一餐就 但是呢 因為我是特別請了 我是有兩塊炸雞 但如果你是 這個就是這個 如果你們平時去點 是會有三塊的 OK 是會有三塊的 會多過我 很好吃這個炸雞 也是炸雞就炸雞 平時都吃了幾十年 但是這個呢 我驚為天人的位置就是 它那個肉是嫩到不得了 是超多汁 那個肉質 很奇怪 為什麼可以做到嫩到這樣呢 這樣 那個炸雞又很好吃 然後它混了那個醬 就是那些韓式那些 甜 是不是叫 甜酸 不辣的 總之就是甜甜的那個醬 整件事真是 整件事真是很惹味 然後又 就 很 我不覺得它很邪惡 因為它的健康不是多 就是吃兩塊 我覺得不太傷 所以又不用太害怕它 炸東西久不久都要吃一下 因為 都是開心的來源 好 接著我們來到甜品 甜品呢 它說是在韓國一向都做開的 然後就帶來這個餐廳裏面 繼續做的一個甜品 裡面是有很多韓國的元素的 那個 雪糕上面呢 是有少許韓式的辣椒粉 但是你吃的時候 是不會覺得辣的 然後那些脆米呢 也都很搶鏡 那個味道 總之這個甜品 也是豐富的 另外旁邊剛才拍到的兩粒 也是 我只可以叫它特別味 其中一塊 令我想起我們平時有吃的蛋散 就是表面有糖漿 然後這塊是 有鬆脆油味的 一塊好吃的 哈哈 完全沒有形容詞說到 因為韓國東西我真心不熟 但是這個朱古力呢 很creamy 而且我吃到黃豆粉的味 不知道是不是有呢 還是我幻覺呢 好像上次在印度餐廳幻覺有severine 再接再例去大館 今天又開了吧 現在又不是午餐時間 這樣斜上應該少些遊客 因為這條街是沒有東西看的 又沒有東西拍的 又回到這個位置了 今天吃不到刨冰也很飽 剛才那餐都很飽 我一走一堆路 終於都押了一下 開了了 如果昨天是這樣開了門 我就不會錯過了這個洞 好 進去 我有在Instagram看它的畫 所以這次就有興趣 這個畫展當然是完結了 但是呢 上去這個Instagram那裡 都可以看到它的畫 有紅色點點這些應該是賣了 我相信 它的畫 雖然裡面都是有些事情發生 不過呢 都是保持到一個很peaceful的狀態 就是你覺得全部東西都是很靜態 應該是一個內心舒服的人 才會畫到這些舒服的畫 不過原來放到 星期六就放完 所以大家 我都不知道 叫不叫得邪地來 Post Instagram Story 好了 我現在 自由了 想做的事情做完 想想 走回銅鑼灣 想走走走真的飽 真心飽 剛才 每樣這些 每樣這些 再加兩塊炸雞 其實那個炸雞不是很大塊肉 但是 總之都很飽 我自己一個人住的年資 是十分之內 因為呢 在加拿大就讀寄宿學校 回到香港之後 就開始自己一個住 跟唐哥一起住了一會兒 但是之後就是自己一個人住 那我的家 多數都是沒有訪客 除了爹地媽媽之外 是不會有朋友上來打招 所以 所有餐具都是我一個人用的 一個人可以有很多杯 可以有很多筷子 很多筷子 很多個叉 如果你都有這個狀況 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究竟有多少個杯 給你自己一個人 買了叉 我找了很久了 一些我覺得美的叉 我很難跟你解釋 但是 我怎樣才覺得美 但是我回去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遊客拍照 鬥秀場藝術會 你站在這裏等過馬路的時候 是會很猛的 我平時都頂得住 我今天頂不住 所以走了來蘭桂坊 走遠一點 真是 激死人了 已經兜路了 周圍都是 沒有了吧 這裡 這樣 沒有了吧 我用LV10的聲線 我還說了四次 麻煩謝謝的人都不走開 因為他們不懂聽廣東話 而我不知道 用他們的話 麻煩謝謝怎樣說 我好像只是想到一些 很不禮貌的說法 那就不如說回廣東話 大聲到你讓開為止 然後我現在想一想 為什麼我不說 Excuse me 不知道 我去了Pasific Place 去廁所 我經常都會去這個廁所 如果我是廁所姐姐 我會在那些人進去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記得蓋上蓋子才沖廁 每次等到有一格有人出來 然後我要進去的時候 如果見到那個蓋子沒有關上 我都會摺一摺 其實它剛剛沖廁 然後有些東西還在飛 但我就要進去 好熱 回來了 對了 告訴你 我買了那個叉是什麼樣子 不過我打算和你們修綫 讓我拿出來 其實剛才去了Apple Store 買了一些線 因為我帶出去充電 那條線壞了 然後我有一個充電器 但我充不到電 超級崩潰 因為我那條線的保養期已經過了 那就索性買那條新的就算了 然後就買了一條長的 在家可以攤在沙發上用的線 因為也是用得太久 舊那條呢 因為太久了 舊那條已經壞了 這樣 這些線是一塊就接駁不了 好 Love Ramix其實就是 是不是這樣讀的 Love Ramix 在銅鑼灣也有店 但我就是沒走過 反而就在大館這裡買了 我在家裡吃東西 多數都是用叉的 所以我經常嫌太小 所以我現在在 那個叫什麼 上海街那裏買 是不是上海街呢 總之買了一隻這麼大的羊 我自此就只用那隻 然後呢 我告訴你 叉來講 我怎樣覺得是好 呢 等一下 包了很多雪梨籽 雪梨籽 這裏是幼的 而且這裏是流線型 它沒有 即是 你明白我說什麼 它是幼幼的 輕的 而且這裏是尖的 是尖的 尖才能刺到一些東西 而且可以刺開一些東西 如果它是不夠尖 有時候 譬如刺一些 硬皮的 譬如那些什麼 拿破崙的 如果它尖 就可以刺 然後呢 它就完美的脆開 如果不夠尖 就會爛鬼了 還有用來刺肉 或者刺其他東西 我是很懶很懶用刀的 我常常都是用叉 和用羹 在這裏 在家裡 所以 我就覺得這個是 挺完美的叉 既然找到一個完美的型號 當然是 買不同的顏色 所以我就買了金色和 黑色 黑色 其實我近年來都買了另外一隻 黑色的叉 是挺滿意的 我遲些 展示給你們看 除了買了這個 大一點的叉 之外 我亦都買了他們同一系列的 小一點的版本 因為這個就是我吃 甜品 或者小東西 或者小的 小的蛋糕 的時候 我就不喜歡拿這麼大的叉 出來刺 但是 有時候 有時候 那些小叉 這個小叉 它又真的太小了 這樣又很難用 但是它這個叉 我想說它這個叉的設計 你見不見 平時那些叉 那幾枝東西 是會這樣 繞起來的 繞起來 你明白嗎 但是它是直這樣 叉開 它是這樣 所以用來 插東西 應該是挺好用的 我一會兒就儘管試試 今晚吃飯 就用它們 就是這樣 我想說 我終於心悉了 就是 我吃了想吃很久的韓國餐廳 這間韓國餐廳我真的 Instagram 追蹤了很久 很久 很久 直至到 我朋友 進了這個集團 工作 然後 我都還沒吃 然後 我就 一路 看看 突然看到他們 午餐 轉了餐 又好像幾好 我終於 滴起心肝 就說 好,預訂吧 這樣 真的 不知為什麼有時候 那些食物是要搞這麼久的 是啊 時辰未到 但是我只說很好吃 對 他問我好不好 我說很好吃 還有呢 有時候的食物 那個好味的level 是怎樣分呢 就是你一路吃的時候 你會想著 我要帶家人來 那它就真的很好吃 還有有幸福的感覺 有幸福的感覺 才會想帶家人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特別的 如果你說 我一定要post出來 或者介紹給朋友 知道 那個是一個好味的level 但是如果要帶家人來 就是有幸福的感覺 如果 譬如去了一個 很新潮的地方 或者很chill 還是很古怪 很有趣 是的,可能我吃完 我覺得很棒 很棒 但我未必會想著 帶家人去的 這一間我就會了 還有它也偏 casual 沒有壓力的那些 是的 即是晚上一刻 應該會 又不是壓力的 即是晚上一刻會 更快一點 下午比較 casual 所以如果大家想 在我剛才買單是 不算那兩塊炸雞的 我剛才買單是六百多元 是的,如果大家想 用一千元以下 去吃到米芝蓮一星的午餐 很豐富的 雖然說是午餐 很多樣東西 那就可以試一下這一間 好 那大家 先找我做事 如果有塔羅 開卡式紀錄 做魔法儀式 等等 就可以WhatsApp 或者Signal 九七六八五三八八 還有如果你真心支持我的話 你就可以加入我的Patreon 成為會員 那 加入Patreon 也可以加入FreeMember 因為我每個月的星座 都會放上去 FreeMember 也可以看到 所以就加入了 希望你會移動上去 可以看多些精彩的內容 這樣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留言 like subscribe 拜拜 你來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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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她站在箱上 好可愛 有什麼好可愛 你 站在箱上 這麼小 喂 好可愛 可愛 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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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